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在于运动 长寿在于不动 但是王某老师我发现他就是爱活动 他比咱们跑的地方还频繁 而且他主要是好奇心很旺盛 我发现很多人年纪大了 这些东西就触脚的顿着下来 但王老师不一样 你别看他年纪不小 但是其实他好奇心很旺盛 对什么事还都有点兴趣 最近我挺想清静聊聊 您这个云游上哪轮游 到他的几乎我觉得也算你的第二故乡了 哪儿啊 就是新疆 新疆 新疆最近可是一个让人 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题 新疆 尤其是我去一趟新疆 我这次还去了哈密 这也是当地的人喜欢把它读成赏声 说是哈密 清理词人家 哈密 但是人家都说哈密 哈密瓜 哈密为什么我去的少 因为他离着内地太近了 他离着九泉 离着敦煌 都比离乌鲁木齐近 所以我们老觉得他好像不算 没有完全新疆化 这个哈密去的给我也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清朝的时候 他很注意 就是拿哈密作为一个据点 哈密能够安顿住了 你比如说包括他驻军 他都住在哈密 这样的话 他随时有什么情况 就可以禁可以攻退可以守 这是一个是哈密 还有一件事对我最近冲击也挺大 就是咱们在北京的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库尔班江先生 他是一个摄影师 他出了一本书 文图都是他的 叫《我从新疆来》 他写一批新疆的各兄弟民族的 以维吾尔族为主的这些应该说是精英人物 他们在什么北京 上海 深圳 什么各地 读大学的 读研的 工作的 在企业当高管的 自己办了公司的这样的一些人 这些人里头他也吐了一点苦水 因为他能够被内地很好的信任和接待并非易事 但是他们真正出来看完以后 他们也很痛苦 就觉得自己的家乡太封闭了 而且被那种不怀好意的 狭隘的 极端的那种情绪所笼罩 我看着特别感人 贵凤凤周刊 凤凤周刊登的他很详细的采访和他的这些故事 这个《跨尔班江》 你可以在照片上先认识认识他 这你看还很帅的一个小伙子 他是1982年的生人 就抱孩子这个是跨尔班江 这两旁的是他的父母亲 父母亲 他是新疆的和田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跨尔班江的摄影作品 拍的是喀什 你注意这个影调 他调的影调 你看有些人说 说他影调给人好像一种有点 怎么说黑暗的这种感觉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种影调黑白 是吧 黑白分明 但是你再看下边 这种影调 好像给人的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他自己有解释 他说他感觉到新疆现在的有些地方 他说本来摄影 他说我们用的最多的是黑白之间的灰调子 灰调子 但是他现在作为一个维吾尔人 他觉得心里 他说我现在挺难过 他说因为我现在回家乡 我觉得有些地方已经变成了黑白 灰中间的部分 灰减少了 只有好像黑和白都奔向一个极端去 这让他觉得 因为他自己也不讳言 他自己就说 就说和田是吧 正是一个好像发生过爆孔事件的这么一个地方 而他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你听王鹏老师讲讲 咱们有时候咱们很难想象 比如说3月1号 昆明的爆孔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新疆人 在内地的新疆人 你知道他跟咱们感受不一样 他一看见这个新闻发生 他这个心一下子就 就扑腾扑腾跳 他就觉得又是维吾尔族的什么人出了事了 大概是 对 他就心里一直在担心 说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新疆有关 最后果然 他说听说那些个暴徒穿着黑衣服 他说他当时心里就猜70%的可能 和田 而且他说是和田 是和田 对 他老婆孩子人家都接到北京来了 他说的都非常实在 他说他今天跟他爸爸的关系特别大 他爸爸是个玉石商人 特别讲信用的玉石商人 所以他经常跑内地的一些最大的城市 和一些比较大款们打交道 因为他有的玉石是特别贵 卖一百万元 这个档次高的 他说他爸爸从小就告诉他们 一定要走出和田 一定要知道中国有多么大 说如果你光待在和田 你这个思想太下海了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有点关系 他爸爸也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 但是他爸爸认为不能够把自己的思想情感都自个儿给捞到一个捆绑的一个小地方 所以我看他这个 我有一个什么很深切的感觉 就是咱们整个的国家已经三十多年了 三四十年了 可以说一直在急着奔现代化 你要往更早的说 从清末其实就已经在讨论现代化的问题 什么中体西用 什么船坚力炮 这个也在考虑 这个现代化对于内地的汉族来说也并不容易 有跳河的 有互相之间斗的 非常厉害的 那么今天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你要看他写的这一批人 你会惊叹 原来新疆的维吾尔族里有这么先进的精英 有一个是杭州 那还是一个美女 她属于高管 在杭州的一个什么公司里 已经十几年了 而且年年受表扬 年年是先进人物 有的也在欧美留过学 受过教育 问题是这样的人在新疆太少了 另外她回头来一写河田 河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我前几年也还去过 也并不是说河田多么恐怖 但是河田起码有这种现象 就是河田的某些农村里头 那是被一种极端的势力所影响 我觉得有这么一股的势力 我想其实所有的这种分离的想法 或者是仇视的想法 这种恐怖的 甚至更恐怖的极端势力 他们要产生的温床 其实大致上都很相似的 这温床是什么 一个就是来自于 通常是来自于她感觉到自己被人歧视 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然后这时候她就会仇恨人家 而这个仇恨是互相滋养的 仇恨是一种很奇特的动物 仇恨这种动物是被仇恨养大的 你越仇恨它 它又养得越壮越胖 我们看以巴几十年来的仇恨 你就知道 因为你今天给我射了一个导弹 我明天给你射回五个去 然后你那边就说 那我们这雪海生抽了 又给你射回十个去 我们要注意这种事情 你只会激化它那种被排挤 被边缘的心情 然后它会更加仇视汉人 它更加觉得 我怎么就不被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接受 我觉得这个事儿 真的就是特别 怎么说呢 特别难办 你比如说美国当年 不也就是碰到这个问题吗 好像911之后 是吧 那你不应该 你不应该说911之后 你对于阿拉伯人 你美国警察就看得紧点 他们甚至连印度人他都分不清 对 总之肤色稍黑 但又不全黑 他就觉得 你是不应该 可是我又觉得从 比如说假如我是一个执法的警察 我可能确实也会格外的 好像注意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缺什么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执法警察 可能你叮严一点 但是我想讲的是一般百姓 我们一般的汉人百姓里面 我觉得对其他民族的理解并不够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常常说这点 我很喜欢问人一些这种事儿 比如说我碰到一些朋友聊得熟了 我说你知道今年是回历什么年吗 你知道今年是葬历的什么年吗 我们汉人都觉得不知道很应该 反过来你问一个藏人 他知不知道今年是汉人农历什么 熟什么 他知道 你问一个维吾尔人 今年我们中国农历什么 他知道 你懂我意思了吧 就是说我们对于其他 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占大多数的汉人 我们有时候太容易的以为汉人就是中国人 就是中华民族就等于汉人 不是的 我们还有很多兄弟民族的 这个意思您讲的非常的好 就是要增加相互的了解 有些民族他们知道汉族的年不足为奇 因为他们都接受了这个十二生肖 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 所以你说新疆的文化 它并不仅仅是伊斯兰文化 当然不是 包括中原文化 它十二生肖都知道 没有人不知道 它跟咱们的排列是完全一样的 您当年在新疆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 我在伊犁的最长 但是别墅我也都去过 你说这种南疆的和北疆的是有不同吗 当然 北疆一个是 它生活条件好一些 你比如伊犁的农民都养奶牛 土奶牛 过去我们只有在欧洲的小说里头看到奶牛 我们都不可理解农民怎么能养奶牛 回到伊犁就知道了 一个小土奶牛 一天两三公斤的牛奶的产量 也没什么了不起 还有一个就是伊犁这边 什么哈密这边 还有一只的 还有什么叫阿勒泰 塔城这边 它民族比较荡 因为伊犁它首先是哈萨克族自治中 它也有维吾尔 也有克尔克兹 也还有什么西伯 它民族的成分比较荡 南疆有些地方 它维吾尔的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河田市 它那个市镇上 维吾尔人的比例是97% 你到了有些农村 就99% 或者99%点几几 因为它没有两三个别的民族的人 我们去河田 他们就说 说我们走着大西上 他们马上就知道 比如说今天又来了十个汉族的干部 或者明天来了十个汉族的小姑娘 都看得出来 因为他没有干什么 所以他这个情况也不一样 当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缘政治的原因 比如南疆 它有的地方和阿富汗接壤 有的地方他和巴基斯坦接壤 国际上的势力 特别容易接壤 当然 你讲这个我想起也挺逗的一个事 就说库尔班江去土耳其 他去土耳其 他说土耳其对咱们中国新疆的维族人 有一种态度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为什么呢 他举个例子 对方问说你是哪儿的 他说我新疆来的 然后说土耳其人就拥抱他 说你们受苦了 他说我们受什么苦 是吧 然后说你们能吃上这个吗 然后说的他自尊心都过不去 他说这东西我们在家里天天都吃 你们还觉得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又对咱这儿有一种什么样的想象 水深火热的想象 互相不理解 我第一次去美国 1980年 我碰到一批也是大陆第一批上美国留学的天津的小丫头 这精油子喂嘴子 天津人说话特厉害 他们就跟台湾的同学吵起来了 因为那时候1980年 台湾的同学对大陆的设想也是特水深火热 吃香蕉的时候就问天津人 你们吃过吗 天津人就不理他 一个破香蕉也没吃过 说听说你们只能吃香蕉皮 香蕉让人只能共干吃 天津人惹怒了咱们这天津小丫头 天津小丫头大昏大素的那个话 清洁而出 台湾同学从来没听过这么野的小女孩说这么野的话 说胜的台湾同学气跟着光哭了 这大陆的女生取得了一次舌战的胜利 泡着大昏大素的 您说这让我想起来 我好像还跟你说过 我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我河北我外公老家去农村里头 那到那个农村那村里头看一些乡亲从来没见过面 那乡亲看了很清热 有个远方来的一个亲戚来了 带着我田里头到处转 他们对我也是这样 比如说我还记得我一个姨妈 他指着田里的一头牛 他说温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见过这吗 所以他也有一种想象 他也有一种想象 城里人不知道牛是什么 现在咱们回头说新疆 新疆最近还有一个事我觉得也挺值得研究的 就是不断的发生这种恶性的爆恐案件 新疆有一批精英型的知识分子特别难过 而且他们写了很多文章 有的文章写的上纲上的也很高 说我们不能让少数几个爆恐分子来绑架整个的维吾尔族 我们再不能够用我们整个的民族来承担爆恐的责任了 另外有的还引经据典了 就是说从历史上 新疆的诗人 新疆的学者就一再劝劫大家 不能够把宗教加以歪曲变成一个仇恨的种子 而应该是学习知识 扩大视野 你自己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 你回过头来会更珍惜更正确的珍惜你的信仰等等 说了很多这样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可是我担心什么 现在还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像全世界各地这类恐怖分子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它要是能够滋长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互相的不了解排斥 以及随着互相排斥而来的仇恨 跟不断增长的仇恨之外 还有一点 就是它总是牵涉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平不平等公不公平的问题 你讲的好意思 对 就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现代化是不 大家都在这车上往现代化走 对 有的赶上点了 有的老赶不上点还急了 那就很不高兴 你比如说 我回想我们光看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它所有历来它能够成功的组织 最早是巴结 后来是哈马斯 那么比如说后来包括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他们的成长都很依赖什么 就是主张某种类似社会主义的公平制度 对 比如说你们那些西方政权或者是某些民族他们对我们不好 我们穷了 我们落后了 但是我给大家搞福利或怎么样 他总是背后用一种很平等的理念来撑起自己的组织 跟自己的获得的支持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消除这个问题 你如果不真的做好这个发展的平等问题很难办 你说这个太好 我还曾经就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要专门就请教一下王萌老师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先不讲新疆 咱就讲在大陆其他地区 也会经常有一些 比如说有些村民 他就表达他的不满 但是你看他有些时候他表达不满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就说的 这个我们的环境是被污染了 然后我们自己生活很困难 但是有一些人他不管是在这投资也好 在这或者是有一些既得利益者 他们富起来了 但是好像我们觉得很不平等 他有这么一种不满 所以我就觉得是民族问题 还是说是不是新疆也会有一些这种经济发展机会上面的 民族问题有时候在这时候激化起来 肯定是这样 我跟你说 其实从全世界我们扩而大致 我这干嘛我不知道对不对 你现在美国把恐怖分子看成一种人渣 然后用高压暴力的手段把它们消灭 就是反恐的要义 这个我完全理解 你遇到已经有了这么一批灭绝人性的恐怖分子 见人就杀 见人就杀 反人类了 当然你得灭它 但是我认为全世界也是在这个现代化全球化的这样一个高调的进行曲当中 它总还有些 比如说阿富汗 它是绝望的 它是失望的 它感觉到全球化和这个现代化正在灭绝它的民族 正在灭绝它的文化 所以它就用一种最极端的最不可理解的一直到丧失人性的手段 出现这么一批人了 它也不是整个阿富汗 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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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端分子 它会出现这个 随着现在整个历史的节奏发展的节奏的加快 现在就越来越需要各个民族 咱们都得能搭到这个现代化这个高车 这个快速列车上 全世界也有一个贫富差距的问题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喜事录 当年像王宝老师你们那时候却是一样的